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罗光敏 那今天是我们4月份 针对这个产业人才趋势主题的最后一集 那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永续减碳的这一个产业的人才需求 那怎么说呢 人类这几百年来 应该说这几百 一百多年来 我们对于整个地球的一个 开发是有一些过度了 那从以前 这个几万年来 所地球所蓄积的这些能量 在人类工业发展的这几百年间 我们大概已经把它发展差不多了 所以人类慢慢的去反思说 我们对于未来这个世界要如何能够运行下去 那我们就会衍生出这个永续节能还有减碳的这些议题 那因此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 来针对这个永续减碳这个议题 他所需要的人才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成创永续股份有限公司的 陈志领陈总经理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你 那 节目一开始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 陈总你这个公司很特别 就是成创永续嘛 就是我们刚节目一开始提到永续这个字 那您把永续这个字当成是您公司的名称 对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这边先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公司到底 当时成立的背景跟你们未来发展的运景 大概在哪 哪个方向上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成创永续的陈志领 那我们成创永续是2021年正式从成大Spin出来的 其实应该这样来定位我们成创永续 成创永续是一个专业的EASGG碳管理服务的一个团队 那团队成员我们大概都累积了 超过十多年的相关的辅导经验 那从掌握EASG的风险开始 然后逐步的内化到碳盘查能力的揭露 透过能源管理 或者是再生能源 循环经济 以及除了能源 还有其他社会面的相关的一个能力的辅导 协助企业在这个面对永续的挑战的路上 能够有一个好的陪伴的单位 来一起逐步的去面对这些可能的风险 怎么变成机会 那过去我们其实已经累积了 大概超过上千家的企业辅导经验 那也是有这个算是有这个运气 也有这个福气 可以透过这些经验 来帮很多企业去传递所谓的知识跟能量 让大家在这种多变化的一个状态下 仍然保持公司的竞争力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把公司名称 取名叫成长永续的一个原因 因为永续这个字本身 我们的想法是 它是一个不会终止的一个状态 这个字的定义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持续下去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一条直线前进的路 只是以企业的角度 你要怎么在这个路上 持续的保持在道路上 而不是被秉除在道路外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以公司的角度 你想要知道跟掌握的东西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 可以再去深入思考或讨论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慢慢聊 OK 好 谢谢陈长 那陈东林刚刚的谈话里面 有提到ESG这个名词 其实我们一般在谈永续的时候 都会提到ESG 那ESG其实就是环境社会 跟治理的一个缩写 那这边可不可以请就您的角度 来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说ESG到底 环境 社会跟治理 这三个字 为什么会跟永续扯上关系 了解 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感觉 就是最近这几年 26个英文字母 好像ESG感情特别好 对 常常在一起 对 常常在一起 对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深入了解 这整件事的全貌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维度来看 那这个时候就要先介绍一个角色 叫做厉害关系人 我觉得这个名词这个turn 应该是各位如果有兴趣在 所谓的永续管理领域上去生根的伙伴 你都应该要建构在脑袋里面的一个名词 厉害关系人如果把它翻译起来 其实就是关心你组织运作的人 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厉害关系人就只有客户 如果以企业来讲公司来说 但其实厉害关系人它包含了内部跟外部的 员工也算厉害关系人 政府机关也算 客户当然是 甚至你隔壁的居民或者是NGO媒体 他们全部都叫厉害关系人 还有一种厉害关系人也许是你的金融杠杆的来源 比如说股东 银行 那这些人为什么很重要 他跟你有厉害关系 什么叫厉害关系人 他的威力就在 他其实就是一群一直关心公司的人 那以前他们关心公司的可能就是单纯 企业关心的角度就是财务表现 你这边公司到底怎么样的运作 但是现在慢慢的这些厉害关系人 他关心的是你的环境 社会跟公司治理的表现 就刚好就是ES跟G 三个字的英文缩写 那为什么他关心这些事情 因为大家慢慢发现 ES跟G的表现会影响你的财务表现 就是你公司到底能不能存在在这个市场上 处于一个被需要的这个角色 就看你有没有去理解 现在厉害关系人所关心的事情 你的处理的方式跟你展现了一个状况 那你想象一下 厉害关系人关心的事情 有人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给他一个答案 那这个答案呢 如果他觉得开心 你跟他的关系就叫做机会 但是如果你的答案呢 让他觉得很担心 那这就叫做风险 他是会开始去思考 我还要跟你继续有这样的关系吗 那你后面接下来可能是帮我还是害我 大家就会重新思考 那以前这种逻辑会比较偏向问答题的概念 就是厉害关系人就问你问题 以前如果以企业的 跟品牌或购买的角度就是 他会有所谓的供应链问卷 这种东西 他就来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公司有没有用铜工 那就是ASMAN的东西 那你公司有没有做污染防治 有没有环境法规的遵循呢 是一环境面的东西 那你公司的财务管理 有没有属于核规核内控的 那就是G这一方面的 那一开始是这种问答题 问答题问久了 大家会发现 我问的问题其实他也是这样问 他也是这样问 那这些问题可不可以收敛成一个 你自主去揭露的报告呢 就出现一个东西叫做 以前叫CSR Report 现在叫ESG报告 那CSR Report 以前的讲码叫做 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 但现在应该更明确的定义 它叫做企业的永续发展报告书 Sustainability Report 而且它加一个IMG 叫Reporting Reporting什么意思呢 永续报导 确认你这些公司 是不是走在永续的道路上 一直都在吗 那里面的内容就是 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的 绩效表现 那一旦这东西有被一个 规范性的一个揭露的时候 它就可以出现什么 大批量的资讯收集 你就想象一下 我问这一家得到这些资讯 现在是不用问 他就有资讯给我 资讯量一大就可以做Ranking 比较 做排名 所以厉害关系就开始在内心中 跟你比较 排序 那各种排序呢 如果以财务面的 像这些所谓的投资机构的排序 就像DJSI MSCI 就是这些排序 那这些排序会影响你公司 在市场上的定位 OK 那它这个东西就会从 单纯的从道德良心式的倡议 变成直接进入到企业的运作管理 财务杠杆 你说企业重不重视 当然重视 而且还有很有趣的是 当你发现大家都在问一样的问题 问你能源有没有管理好 有没有减碳 有没有节水 你会存在在一个单纯的 你问我答的状态吗 不会 你会开始去把它变厉害 所以你就会有优化的动作 对 你就会把怎么变厉害 就是说能源管理怎么管好一点 水管理怎么管好一点 碳管理怎么管好一点 你会开始做一些进化 这些进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需要跟人家说 我进化到什么程度 碳这个议题 它可以当成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就被拉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不同的单位 可以用同一个单位去表示的东西 叫CO2E 而且既然它是一个共同单位化的东西 它就可以做所谓的长期目标设定 它也是我们现在看得到 唯一一个 以前没有 以后会不会有也不知道 就是跟你讲30年后要干嘛的 2050禁令 可是它是一个可量化 就可以做目标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以企业的角度来看 你去认知的ESG 但说老实话 它不是只有碳 还有包括公司治理 包括社会面向 社会面向包括劳工的环境 或者是产品的责任 这些其实是综合性的 所以ESG应该可以定义是 现在重新定位一个公司 能不能一直持续存在的价值指标 OK 所以其实ESG它所包含的内容 并不是这几年来所新的东西 就是说大家一直 每个企业一直以来都在做 只是我们现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化 或者一个平台的建议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变成是一个更能够来量化表达的 一个界面吗还是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因为很多公司现在都会想 我们公司要开始做ESG 但我觉得这个讲法本身是稍微有点点怪怪的 你看厉害关系人 从厉害关系人的角度来看 你公司本来就在在乎厉害关系人对你的要求 有一种东西叫法规 你公司有没有合规 那个需要人家讲嘛 如果你公司说我不合规 大概也不用在市场上了 所以合规就是ESG里面的G 是G吗 没有它在ES跟G都有法规啊 都有客户法规啊 外房子有法规 劳工安全有法规 劳安相关劳工的制度有法规 所以以一个公司来讲 你一直都在做厉害关系人的要求回应 你一直都在ES跟G这些领域上去做 只是现在出现一个整合性的思考 如果以前把ESG看得比较像合规 你做的是属于怎么样做 叫做合乎法规的最低限度 下限 但现在大家发现 你如果今天单纯做下限 就是一种防守 那你今天如果要脱颖而出 你今天要的是人家的期待的满足 满足厉害关系人的期待 你会希望的是接近甚至超越 所以他没有上限 你会开始想要把这些事情 从风险变成机会变成竞争力 所以是观念上的转变 跟到底你现在采手势还是采公式 但公司真正存在的目标 不是为了防守 说老实话公司存在的目标 不是为了单纯合规 你是要存活跟发展的 所以其实这样才符合现在 大家对这件事情上面的想法跟定位 那这个议题真的不是新的 就拿碳的议题 我个人06年左右就开始协助企业做温室气体管理 我觉得也算运气好 那个时候整个台湾做相关温室气体管理的单位 都大部分是法人机构 一只手数得出来 那个时候一直做这个相关的主题的相关协助 到2020年左右 那个心得都是空虚寂寞跟冷 就是这种事情讲半天 大家会觉得很重要 就是世界重要 地球重要 然后昨天才地球日 这件事情就非常大家应该要 投入心力 环保爱地球什么的 但是总觉得跟公司的 实际上面对的那个迫切都有一点点稍微脱钩 没那么感觉 常常听到的是 志玲我觉得你讲的还蛮合理 但是我们公司暂时没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2020年到现在 有很多人说2020、2021、2022 是台湾的碳管理的原念 你可以想象是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观念让你转变 如果以碳这个议题 我觉得最明确就是 欧盟的C-band的这个规范出现了 它正式的把碳管理推向 叫做有价化的时代 它有对价的关系 排放量要跟你收钱 收钱大家都看懂了 因为以前是道德良心事的思考 想是北极熊锅的好不好 但现在不是 现在是401爆表漂亮 所以不用交都有感觉 简白就是大家慢慢地发现 你不能单纯用环境的议题 环境的手法在管环境的问题 经济拉进来 全部都看懂 所以ES跟G 现在全部跟经济做整体的控制 用经济的手法去推动这些面向的改变 所以为什么现在企业几乎没有人 可以说我公司不关心这些议题 因为如果你不关心 代表你公司极有可能没有竞争力 对 OK 所以陈总你刚刚所针对ESG这个解释 是我这几年来听过最完整 而且是让我觉得最清楚的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ESG 每个人都讲ESG 那我们其实听完那么多人的说明 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环境社会跟治理 如何跟永续管理把它绑在一起 但经过你刚刚的说明 我完全懂了 就是原来企业他需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最重要就是来提升 他的一个运作的效率 然后跟提升他的竞争力 当他从手势变成公司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往前走 他就是可以达到永续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如果以制造业来看 其实你一开始就在做所谓的风险管理 像很多公司就是以制造东西 他会先说那我怎么把品质顾好 那你要把品质做到稳定 有的公司就会说那我来导入ISO9000 你为什么要做品质管理 因为你要确保你做的东西 一直都是这样子 不会变化 会满足所谓的客户要求 所以他其实就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避免品质发生问题的风险 所以整个ESG你可以理解成什么 因着利害关系的需求 而动态的调整 你要怎么去应变的风险管理 所以他的关键点 我觉得就四个字 趋吉避凶 实际上这个议题它是个开放性 所谓的关注议题 它会一直不停的迭代 会更新所谓的观念的转变 它会衍生出很多不一样的逻辑 像COVID-19以前 公共卫生的议题跟COVID-19以后 公共卫生的防守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跟思考 所以包括国家等级或是企业等级 你就会发现这个议题在变化变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同时还是存在 所以你就必须要耳听四面 这次其实是一个动态性资讯收集的 那也是因为现在资讯的量跟SS的方式非常的多 那曾经你刚才有提到说 你们这几年来辅导过蛮多的一个厂商 我特别想要请教就是说 目前就您来看 到底什么样式规模的公司需要 来做ESG的这一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如果真的要定義 什麼樣的公司需要的話 應該叫做你只要想要存在在市場上的 你都需要 就像這個問題有的人也會問說 我什麼時候公司開始應該要 take care 這個議題 如果真的要講答案 我覺得應該是昨天 就是你早就應該做了 只是說你公司可能會因為你公司的規模 跟你所在的業態 你的配置的這樣子的人手 或者是這樣的知識 會因為這樣而有所變化 比較小型比較大型的公司 他可能本身的角色分工非常細緻 光是收集外部資訊的人就有一群人 譬如說也許叫Marketing 也許叫業務 他就可以收集厲害關係的人 現在關心或什麼事情 有的上市公司他有公關 股物 他可以去聽取很多厲害關係人 想要幹嘛 但是如果你公司沒有那麼明確的組織架構 那你還是得要有設置所謂的 吸收外界要求跟回應外界要求的能力 到最小型的公司 那就老闆自己一個人幹 他本來就在幹這件事情 他本來就在負責搞清楚 原來人家要我什麼 然後我要弄什麼給人家 所以什麼樣的規格公司 需要take care這個事情 其實你本來就在take care 一直都有 只是我們做的方式不一樣 有沒有獨立的部門 有沒有專屬人馬 有沒有規模的去做 那因應這個議題 我們有一個叫做永續管理師 就是說讓企業可以做永續發展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名稱出現 那我不知道就陳總你這邊的看法 永續管理師他在企業裡面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你們成創永續公司 你們所扮演的 也是類似像永續管理師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嗎 我覺得這個可以分幾個層面來看 我們先從企業內部來看 什麼叫永續管理師 他有比較簡單的講法 我覺得也有複雜的講法 講法是他所在位接 所deliver的資訊的深或淺 簡單一點的講法叫做 公司的資料整合者 就是斜槓斜槓這個講法 大家還蠻習慣現在這樣用 就是說他的角色可能就是收集 公司的環境社會跟公司治理 各種表現的資訊 這是一個層次 通常這種東西deliver出來的 大概就是所謂永續報告書 這樣子的一個公司對外溝通文件 的一個算是編輯單位 或者是撰寫單位 這是一種永續管理師的概念 但事實上這個狀態就這樣 當你收集的資訊 你會發現它存在時間軸 你是收集過去 現在 那未來呢 那實務上公司所真的要面對的是 怎麼deliver公司的未來 給利害關係人知道嗎 所以永續管理師的下一層的能耐 應該在怎麼從公司現有的表現 去做到策略的擬定 去探勘接下來什麼方向 是公司要往那邊去前進的 他可能就要集結 像Marketing這樣子的角色的能耐 去知道原來下一步會被要求 或者是方向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角度就會從 單純的資料收集的這樣子 稍微被動的角色 變到策略管理單位 所以有的公司他在建置單位上面 會從一開始是一個 專案辦公室的概念 就收資料 然後寫報告 那現在進入到大部分很多 所謂的就變成風險管理處 進行資料的分析 或者是策略的擬定 就是做預言的動作 甚至是公司策略的制定 譬如說在公司存在 現在有一個執政叫永續長 他其實已經是跟CEO等級 算是一個評級的 對 現在很多單位都有 永續長 永續處 永續什麼 他就像Navigator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像導航的 航海式的概念 盼方向 然後確認公司接下來的 路線跟資源投入的位階 怎麼佈局 但是要做到那一點的話 你的腦袋裡面的知識量體 就要更多 而且對公司來講不是只是判方向 還要deliver步驟跟流程 所以如果在公司內部有這樣子的角色的話 公司會非常的容易去 制定公司的所謂的整體策略 但是這種角色他就得要存在第一個 就是他要在各個部門 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你才能夠橫向整合 所以像現在以企業如果是 有規模的去進行這一塊的整合 永續管理單位通常位階不會低 因為你才有辦法把橫向資源去整合 講白一點就資料才拿得到 策略才定得出來 人家也才跟著你策略走 才有辦法橫向溝通 所以都在董事會層級 現在金管會也要求董事會層級 要有永續相關的專責單位 或者是永續辦公室的成立 在委員會的成立 這個都是在金管會上市公司的法規規範裡面 其實都已經出現 這樣才會有所謂的全員參與的機會 但這個時候就會出現 剛才講的是內部 但是今天如果你在公司內部的時候 你會出現另外一個可能的問題 就是你的資訊的來源會相對有限 或者是相對限縮在你這個行業內部 所以這個時候外部的顧問單位 像陳壯這樣的角色 我們deliver是什麼 deliver就是外部資訊的變化 能夠快速的收斂 然後收斂 不只是資訊 法規 還有其他業別的做法 practice 他們其他的一些經驗 也可以濃縮成為大家互相參考的點 所以顧問是比較像知識的搬運者 把這些知識先收好 搬運給需要的公司 然後當公司去制定所謂的正確的 或者是比較有效率的步驟 避免走到譬如說無效的學習曲線出現 降低那學習曲線的陡峭程度 讓整件事更有效率 賠公子讀書 而且要讀好書 大概是這個概念 就是漲方向 回頭還是看每間顧問公司 他專精的角色 可以再往下面進入到 各個別的domain know-how 像陳創我們很多時候 在重盤性的策略研修之後 就會有特定主題的研究 我們也是跟像陳大 或者是我們一些大學上面的 一些專家學者 他會有一些比較前沿的一個能量 去進入到專業的領域 往下走 對公司來講是比較有幫助 所以像陳創這樣外部的一個單位 其實你們對企業來講 扮演的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我現在想要了解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人才培育 就是說我要去哪裡找 這樣子的年輕人 或這樣子的人才是從哪裡來的 他需要透過什麼樣子的訓練 才可以獲得剛剛陳總你所講的 他具備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說老實話 真的還蠻難找 因為他是一個 綜合心思考的角色 對啊 那其實顧問行當 本來他就不是那麼容易培養人 因為他必須要有幾個很重要的人格的特質 就是他對於知識的收集 可能要有他的邏輯性 至少不能怕知識 不能怕心知 但是我覺得更難的是你要能消化 然後再拖出來 所以他內化能力跟對外的這個所謂的轉速的能力 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種人基本上只能練 我覺得很難找到一個就剛好的 機會不大 但是有可能可以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好的一個 算是徵兆出來 就是很多學校其實都在建立相關的教學體系跟能量 我覺得這個比我們 早期像我個人是學環境工程的 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是主要的 以前的環境工程就是管模處理 突然防治 那都在講源頭減量 但源頭減量相對是非常複雜的 又發散的 所以那部分就變成又要回到個別的domain去 難度有點高 也很難系統化的去教學 那現在學校裡面慢慢的有建構了 因為知識體系出來了 相關的算是能量也出來 所以很多學校慢慢建立這一塊的打底的動作 我覺得會有助於現在一些學生夥伴他在畢業之後 可以去選擇往這一塊走的綜合收集能力 我覺得比以前好很多了 是 其實在知識爆大的時代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就是 有時候不是他自己可以選擇 他的環境存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會從環境的過程中 他會自己慢慢的學習累積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因為他平時要接收的資訊 可能跟我們以前還比太多了 現在3C什麼的那麼多 他接收進來 然後他必須要去做一個分類 然後又或者是他就沉迷在裡面也不一定 但是他至少他平時有這樣的機會來做這個練習 所以我覺得也是 就是當整個科技的進步 再往前走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的人 或許就是我們只要抓住他的人格特質 然後再進來後慢慢的去對他做培養 或許他就可以滿足陳總 你這邊所需要的一個人才 其實我倒覺得所謂的永續人才 他不一定是專職 像我們這樣的顧問的邏輯 可以不用專職 不是專職 不是專門講顧問這件事 我覺得永續人才 他其實本身應該各個方巡 各個部門 各個公司體系裡面的每一個職位 都可以是永續人才 或者換一個角度講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定位成 我是我這個領域的永續人才 什麼意思 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 跟公司在所謂的環境社會 跟公司自己的面向裡面的關聯性 把你的事情做到位 從單純的完成到往前面去思考 怎麼去幫公司在這個層面上 產生更好的競爭力 你就是永續人才 你不一定要做到是 像我們這種所謂的外部輔導的邏輯 公司內外部都可以這樣來建立 所以這樣聽起來 我們下一代的人類 我們對我們工作的職務的主責內容 好像越來越模糊了 就是說你除了自己本職的工作以外 其實你所做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跟公司的這個永續 能夠扯上一點關係 其實你就是公司內部 讓公司走向永續的其中的一個關鍵角色 其實本來就是 可以這樣子說嗎 我們舉個例子像人資 像人資 他算不算永續的角色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研究一下 程總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節目下半段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請程總來分享人資的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 好 走進時光隧道 那天每個街角 城市的催灘瘋狂 高雄廣播 陪伴你探索 FM94.3 FM94.3 愛心專線 02-2930-2600 或上網搜尋 綜藝基金會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性別平等教育法嗎 因為要透過立法讓教育精神實現 教導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異 不再讓孩子因為不同性別的特質 而受到霸凌歧視 這樣才能為每一個孩子 打造快樂學習的友善校園 4月20號到28號 在台北市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有性別平等教育20週年特展 歡迎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朋友 共襄盛舉 以上廣告教育部提供 自然人憑證 你申請了嗎 什麼是自然人憑證啊 自然人憑證 就是我們的網路身份證明憑證 有了它可以報稅繳稅 查詢勞健保相關資料 等很多很多的功能喔 這不會有竊取資料的風險嗎 你放心 將解密之後的資料 在傳送的過程當中 不會有資料外洩 或者是遭竊的危險 報稅季節快來囉 趕快拿著身份證 到護證單位申請 只要三分鐘 報稅一卡搞定 高雄廣播提醒您 多用網路少用馬路 自然人憑證報稅 方便又快速 掌握緊實地買到 達到危害 收聽高雄廣播 前瞻的 未來的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產業新知的 南方科技城 歡迎回到南方科技城節目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羅光銘 那今天我們跟各位 聽眾分享的議題是 2024年的產業人才趨勢 永續減碳 的這個永續管理師這個職業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呢 是成創永續股份有限公司的 陳志玲 陳總經理 那在節目三半段呢 我們有跟各位聽眾朋友們 介紹了ESG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也分享了永續管理師這個行業 他在職場的一個角色 那在節目的上半段最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把陳總的談話打斷了 陳總想要跟我們分享一個就是 這個人資在公司的永續上的 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對 因為大部分大家會拿 環境面向的這個單位來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換一個點 像人資單位 他跟公司的永續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今天人資的部門 撇開傳統人資就是發薪水 或者是定義這個薪資的這個角色之外 它的重點在用人留人跟培育人 那其實你回來我想 如果公司的職場環境是好的 永續職場這個概念是好的職場環境 吸引人才的職場環境 那這個公司是不是在人才的流動上面 他會相對穩定 他會吸引到好的人進來 那好的人進來 這個公司是不是在人力資源上面的 發展性就會比較好 就是他有競爭力 他一直都會有好的競爭力在這個公司 他是不是就是公司永續前進的點 你要好的人才才有好的發展 像台灣為什麼大家在半導地產業 做得那麼的蓬勃 因為我們有很棒的工程師體系的 整個人才的制度在這裡面 所以這是台灣的軟實力 這也是我們來講人資在永續上面的重要議題 他在幫公司控資產 控人力資產 控人力資產 可是我所認識有一些產業 他其實能不能留住人的關鍵在於薪水 對啊 就講到一個點鐘 對對對 所以我這邊想要就是想要救救到政總 就是說那以你們目前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產業的永續的管理人才 大概薪資的待遇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分是企業內 或是企業外 如果是企業內的話 其實又回到公司本身的資產結構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薪資結構的問題 那個就比較難去判斷 但是我覺得價值跟價格是對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單純是幫助公司 簡單講是屬於合規法規的那一塊部分的相關管理 那他就是對公司來講 他可能就是一個所謂的支出維護穩定性的 但如果你能幫公司創造價值的時候 他對價出來應該就是你公司的 創造價值的能耐 就是反映到公司對你來講的薪水結構 他要把你這個人留著 因為你可以幫公司創造價值 所以我覺得他很難用一個明確的數據來講 但是那現在應該是說你能創造多少價值 公司給你多少的薪資 但是如果是外部的像我們這種顧問行業 也在做永續相關管理 平均現在看起來四五萬是差不多的 但是還是有分Junior Junior可能是比較對這件事情是新進領域的 或是剛逼的夥伴 可能是三萬多四萬塊的一個起跳 比中還是有它的差別 但是往上面當你能夠明確的獨當一面 而且又可以很明確的把一件知識體系傳給公司 你會創造出這個所謂的輔導價值的時候 對 那個我覺得就沒有所謂的上限 就沒有上限了 對 就不會有上限 OK 那像這樣子有價值的員工 他會不會容易被挖銷 事實上當然會 那這對企業來講 就是以目前這種永續的概念來講 你以永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他是健康的嗎 還是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換一個角度看 如果說公司好的人才容易被挖銷 兩個因素 這個人真的是好 第二 市場真的需要 所以他其實本來這件事情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質疑 你就不會有機會 或是你不應該去思考說 某個人會在一個地方 一輩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太正確的講法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機遇 自己的規劃 實務上是 如果他能夠在這個時間點 獲得跟建構他自己的本身能量 那他在其他的地方有更需要 或他覺得更 在想要去發揮的環境 我覺得都是好事情 人的流動其實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 只是你可以 我的想法是把它想成 是一個能量的散步 能力的散步 其實都會是一個好的緣分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太去思考 挖不挖或怎麼樣 而是我們能不能給人家 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讓大家願意在這邊 一起來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人才的流動 他也是永續的一環 就是代表說這個 這樣的需求他有持續的在增加 然後他有持續的在變動 然後有持續的在進步 所以會有新的人進來 然後會有成長的人 然後就離開 然後這樣子造成不斷的一個循環 這樣其實也是永續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不要離開 但是在這個PRO裡面 我們好好的精進自己 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 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自己的 永續再放在個人的定位上 他可能就是我怎麼樣持續 讓自己保持一個競爭力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思考 對 OK 所以接下來想要請教陳總的就是說 目前對於這些智力要發展 或者要投入這些永續減碳的 這些專業人才來講 其實產業的面向很多 不同的產業它可能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那未來這些人進來以後 他會面臨到的問題的面向 大概有哪一些 如果要真的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把整個ESG 想像成一個大型的知識收集的過程 所以它就會出現大量資訊的消化 所以現在的狀態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一個資訊傳遞很慢 我現在要傳遞一個訊息給別人 我可能看到一隻鴿子 然後飛很多天 但現在不要啊 現在瞬間 瞬間就會收到相關的資訊 所以資訊的收集的速度跟量體 一旦變大 收集的方式跟消化的工具就會變化 所以現在有其他很多講法 就大家在講 企業應該要做數位化 數位轉型 低碳轉型 雙軸轉型 其實顧問行業也在做類似相關的動作 我們怎麼面對大量的知識 大量的資訊去做收集 如果以顧問的角色 你可以發現另外一個有趣的特點 就是一個公司 它光收集公司內部的資訊 就有夠多了 對不對 顧問 在這個問題我被放大了 因為我有好多客戶 我怎麼把這一家 就已經很多的東西 再這麼多 來當大家 很明確的歸結到 該有定位的地方 讓這個所謂的 書目或者是資料能夠更有 缺的要有什麼 數位化工具 所以像我們現在覺得 傳統的顧問行業 應該也是要做數位轉型 像陳創我們就發展了 線上的碳管理平台 因為溫室氣體的整體資訊 其實公司的能資源原物料的運作數據 或者是其他有關 我們把它講我叫排放員 把它這個公司的運作活動的資料 去做單位化的轉換 它是不是要先收資料 轉換 呈現 這個過程你怎麼有效果 有效率的執行 數位化就重要 雲端管理重要 所以就要發展這些東西 在數位資料這麼龐大的一個時代 我想要請教陳總 那你要怎麼去秉除那些錯誤的資訊 又或者說這些錯誤資訊 要是不小心被我們收集進來 它對於我們未來在做判斷 或做決策上 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所以像以碳管理來講 它最著重的一個點就是 數據跟佐證之間的關聯性 就是你的數據是不是有憑有據的 所以在一開始收集資料的過程中 就要去確保收的資料是正確的 因為你正確的資訊 input出來 才會是正確的output 所以很多時候debug的動作 就要看 這就回到 以前那天講就是老師傅經驗 就是顧問人員的知識 跟對這個domain的了解程度 那當然這個東西是互相幫助的 因為一個顧問師畢竟是外人 那顧問人員是外人 那公司內部才是真正了解 相關domain know-how的 他是必須要做交流的 就是我站在了解什麼叫攤管理的角度 而公司站在了解公司的運作的角度 中間去確認怎麼樣把資訊呈現是正確的 那這種知識也就是雙軸轉型 或者是數位轉型裡面 我覺得一個重點 顧問的腦袋怎麼放進數位工具裡面 讓這件事情 讓數位工具幫我們去再前端 再多做一點debug的動作 就是你怎麼把所謂的 你可以講說一種往AI前進的方向 但我不會在這個時候講他是AI 因為他還不存在那麼好的一個規則條件 但是我覺得會有這樣子的機會去運用 更快速的知識建構或快速的規則建構的方式 讓一些數位工具幫助我們去降低所謂的出錯機會 對 或是提高所謂的產出效率 所以其實這就是關鍵 對 那後續如果像您剛所提的 那如果AI的這件事情它成熟了 未來在這些數據的蒐集判讀甚至debug這些部分 如果AI都可以做了 那我們目前所在做這些永續管理的這樣子的人 他的角色上又會出現什麼樣子的變化 我覺得會從單純以前收資料整理資料的角色 變成分析跟運用預測結果的角色 對 因為如果單純以AI的角度 它其實是可以更快速的幫你去想像 然後會怎麼樣 對 過去的資訊讓它有一個判斷跟預測的一個機會 那今天它會減少事物率 對 就是trianello的速度會變得更快 那永續管理的人員在公司內部 他就可以更快速去做下一步的決策 判讀運用 我是覺得它會是一個相輔相成的狀態 它不太會有一個完全取代的可能性 因為這件事情它沒有終點 對 所以它不會被取代 它就是跌代 它會推動更快 那大家會站在更快速的決策反應上面 去做下一步的動作 那這是有助於各行業的進化 材料的進化 能源的進化 效率的提升 是 那想要請教就是 我們一般在做預判的動作 那有沒有可能 預判錯誤 其實我覺得這個已經 稍微超過所謂的減碳領域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每一個研發它本來就是不會百分百成功或失敗 那過程中你只是怎麼快速的 快速敏捷式的反應 所以以前的專案管理是一個結果論的管理 現在是動態調整的概念 對 所以會不會錯 一定會錯啊 錯了怎麼快速的反應我覺得是關鍵 對 像減碳的策略 我現在說公司想要去降低能耗 所以你去導入了一些設備資源 然後我換了某些機台 我將電燈舉例好 你現在這時候換了燈 是這時候最厲害 但是過了三年了 就不會是最厲害啊 對 那你是不是就要動態的去做管理它 所以你說那時候決策是錯的嗎 也不一定 不會啊 不會是那時候的最佳決策 是不是最佳還不一定啊 反正是那時候的決策 但是你可能更快速的再改變下一段動作 以前可能要十年才發現那個該換了 該改了 現在可能就是很快速的就可以去變動你的策略 我覺得這個其實已經不存在對或錯 而是你有沒有足夠的敏捷度 是 OK 所以其實對錯這件事情 不應該用這麼明確的0跟1來做一個界定 其實有時候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空間的一個醞釀來看待它 對 那剛剛陳總提到這個永續跟碳排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 有一些有個問題忘記問你了 請說 對 就是今天反而想要請教你的就是說 在永續議題跟碳碳排的一個狀況 那以目前台灣的一個在這方面 我們到底的進展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我覺得大概可以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awareness 就是知道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了 那台灣現在已經從awareness的狀態 慢慢去逐步的去進入這個領域 所以awareness包括法規的跟上 知識的建立 所以現在在人才的培育上面是非常蓬勃的 然後法規的規範 現在大家也是一直在關注這些相關的規定的出現 所以awareness的階段 現在已經處於 我們台灣在處於awareness的階段 下一段動作就應該是實際的action階段 但台灣應該已經從awareness 往action的方向去過渡了 那action其實就會出現相對應的solution 那solution就會出現新的行業 新的講別的就是產品啊 做法啊 其實說老實話整個eASG真正的觀念 其實叫做轉型 你怎麼把自己公司或自己的行業 調整成被需要的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大家講轉型 轉型其實就是改變以前的做法 那為什麼要改 因為以前的做法搞不定 所以我持續一直保持著被需要的樣子 我就能夠達到勇氣 對 所以你剛才如果講 現在台灣就正式進入到實質轉型的樣態 各行業的發展模式或做生意的手法 或做生意的模式都變了 像現在做材料的 比如說塑膠料的 很多大型的塑膠的領頭企業 都已經在宣布他們開始要往 不做一次性的塑膠料前進 往再生料的領域去深耕跟發展 沒錯 建材體系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像台泥他就很明確的講 他們接下來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我們要開始只做低碳水泥 不做傳統的破碳水泥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就是 真正的行動就發生 因為它這個市場機制已經形成 需求後面已經出來了 所以現在考驗給大家的應該是 你能不能跟著轉 那你在這個轉的過程 你到底是幫別人轉 還是害別人轉不動的那個角色 那就差別在你 是不是持續在被需要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現在 以這個過程中真正的挑戰叫做 你怎麼去在現有的資源 甚至是預想的這個需求面上面 開始去佈局 那我覺得這方面政府 其實做了蠻多的投入跟努力 在這一塊其實有很多的資源 協助企業去做各種各樣的轉型 大概有哪一些資源 就是你們可以比較具體的來介紹一下 像我比較清楚的 像產發署這邊其實就 還蠻多的 針對企業地碳轉型的一些補助資源出來 從掌握溫室氣體排放這個動作開始 到公司確實想要導入一些減量的措施 地碳化的一個轉型的一些診斷 甚至是算是能量的導入都有對應的 甚至是設備的汰換 也都在這一波這幾年的資源配置上面很明顯的 以前政府的資源很少會去協助到企業 在資本門上面的一個汰換 但是現在發現這個東西才是真正轉變的重點 那資源其實就到位 環境部這邊其實在這方面也有很多的 不管是法規上面的協助 或者是資源上的配置其實都有 所以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我自己覺得比十幾年前好很多 因為十幾年前這些資源都還沒有那麼明確的到位 有 但是還是相對小規模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是因為需求跟供給它出現 那外部環境國際環境也出現 而且還沒有辦法慢得快 所以國家的資源就開始在持續寫助企業做各種各樣轉型 也就是寫出大家競爭力的導致跟提升 所以其實政府在一塊做的蠻紮實的 是的 OK 那我們從節目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談了這個需求這個產業這個人才 那接下來想跟陳總這邊聊聊未來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您的預期裡面目前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它在未來這幾年 它在哪一個領域 它往哪一個領域會比較有發展性 它的發展潛力會比較大 我覺得可以大概分幾塊 就是基本盤的需求應該還是存在 什麼叫基本盤 就是協助資訊整合跟整理的角度 還是會有 因為永續這兩個字 從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在談這兩個字 你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動態 它的動態還體現在另外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規則也在變 它規也在進展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會有足夠的 我是覺得還是會持續所謂的 知識蒐集跟建構的這個角色 但是我覺得更可能會發展出來的就是 手入選的那一塊的發展角色 不管是生產製造裡 比如說材料的 或者是資訊化的 現在其實很多的角色 都要把自己的所謂的本質方形 加上數位化的能力 所以其實未來的發展一定是 同時在你本身的domain 加上數位能力的整合 怎麼運用數位能力進來 會是這件事情非常明確的 甚至以前的線上的直接人員 他可能對於電腦不需要了解 但現在不是 你現在所有的介面都是電腦 你怎麼可能不了解 所以未來一定是這種兩種整合 就是在你domain的本質上 整合數位能力資訊能力的 其實很多現在的年輕的新一代 都是資訊原生的時代 出生就有什麼 出生就有什麼 所以他這一塊的進入 其實會非常自然 反而比較辛苦的是 終生代的這些夥伴 現在大家在轉換的時候 會稍微辛苦 但是我覺得這個挑戰 存在但是有挑戰代表有被需要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個好的狀態 對像我從現金要轉信用卡已經轉 已經花了一段時間努力了 現在從信用卡又要轉電子支付 就覺得卡關卡好久 但你小孩可能就沒有看過什麼叫鈔票 對小孩又可能下一個時代小孩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紙幣 對 就不是手機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這就是陳總大概講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邊想要請教就是說 就您目前在這個行業裡面您的觀察 這樣子的人才需求每年大概需要多少人 這部分我就沒有辦法講出一個比較明確的數字 我只覺得 如果你拿104的職缺去掃一遍 好像現在很多職缺都會加上這個 就是你本來是什麼 加這個 額外要具備才可以 所以我覺得EASG的知識 它有一點點變成基礎學力 力量的力 學力 然後力量的力 就是說它是在你的這個本職行業 本職學科裡面要加進去的嘗試 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在整體上 行業的變化沒有大的是那樣 但是你的行業裡面的知識量變大了 你得掌握兩個就是EASG的知識學歷 跟數位的學歷全部進來 但是你本身做什麼 你可能還是做人資 你可能還是做財務 你可能還是做公司的污染防治的夥伴 但是現在做水控制的 污染防治控制的 可能要知道什麼叫AI叛讀 因為工具貶 所以就是說未來的從業人員 除了自己的本職學能以外 其實ESG的這一個概念是必須內化在他的心裡面 因為他在職場上是會用到的 真正的斜槓 這樣子感覺起來好像有點悲慘 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他可能需要比我們這個世代背負更多 他才能夠在這個職場上有更好的發展 但我覺得也不用那麼想的那麼沉重跟悲觀 因為知識的傳奇 就我剛才跟主持人老師你之前報告的 我覺得學校這邊在這一塊也是一直在進行努力 等於說他收斂了 他把本來看起來是快撞散落的知識 收斂在這個學門裡面 等於說大家在知識教學的體系過程 從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 你就已經綁定這些東西進去 所以其實學校這方面也提供了蠻多的 算是學歷轉型的能量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會很自然 他會自然而然的轉變 觀念轉變內容就變 其實現在各大學也有在推薦事情 就是說我們大一大二就不要分析了 就是大家進來把未來進入社會 您需要具備的這些基本能力 或者是未來這個世界會用到的一些基本東西 跟觀念你在大一大二就先來休息這些課 那當你具備了這些基本素養以後 你到大三大四再依照你的興趣跟你的專長 去做專業的分類 其實現在有滿滿多大學都在走這一塊 可能沒有全面施行 但是可能學校裡面的某一部分的學生 他是走這樣子的管道進來 其實就有點在像剛剛陳總您講的 就是來培養這種多方面的人才 以前學校裡面的那種通識課 以前通識就是八個學分 就是大補完 就是大補完 可是沒有喔 現在我們大學裡面通識是滿硬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通識很重要 通識就是讓你有機會 在你本來的領域接觸 因為我覺得關鍵在怎麼把它connect好 你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 原來在別的領域裡面 它是一個相互關係是什麼 相互關係搞清楚之後 就比較不會失去定位 他就會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比如說我是學機械的 那我機械像我講個例子 比如說假設他是學開模具的 模具開得好不好 跟良率有關係 做好不好取模 好不好生產製造 後面還不要CNC 如果你現在一個模具開得不是那麼OK 後面還要CNC 你就會出現一件事情 那一台機台的耗電量就出來了 耗電量多 那就是排碳量多 所以你這個模具開得好 減碳 但你有整合到嗎 可能還沒有意識到 所以你在前面的模具開 這前面的叫做工業設計 那你設計的人 搞得後面模具很難開 那不就是一連串的連受反應 所以我如果設計得好 後面整件事都順 好的設計會不會減碳 會 所以他是不是就串聯了 可是他是單純美感嗎 他可能要思考好多層面 只是以前沒有思考到能耗 思考到後面的成本負擔 那現在要掌握在一起 就會出現整合 了解 OK好我想今天非常感謝陳總帶來的分享 然後我覺得今天聽完這個陳總分享 我真的學到很多 而且對於ESG這個整個的概念 以及對整個的詠序跟減碳 我們有一個不同的一個 應該說我們提升了自己對這件事情的認知 就是說其實這是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 那只是現在我們把它更系統化的 更優化的 用更優化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那也希望說今天各位聽同朋友 聽我們這一集節目可以 對於這個議題 你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想法 那也希望可以落實在您的生活上 其實你跟我 跟我們目前每個人 每個在這個職場上努力的人們 其實我們都肩負著ESG的這個責任 OK 謝謝 好 前三的科技的未來的南方科技城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空中再會 南方科技城節目由高雄廣播電台 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作直播 感謝您的收聽